走 走 請坐 大家同心 大家學員 大家好 好 很開心今天 今天談到我也有坐在這裡上課 我覺得鄭組長 特別我聽他上課 他都說得很好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受 聽他在說話 你們會覺得說 心靈很舒服 所以我們很鼓勵 如果你們有小孩 比較年輕的 你可以送來這裡 因為我們這裡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以後你們的小孩也可以像這樣 所以我們也是很鼓勵 今天我 還沒說以前 我先跟大家說 今天你們不是有分到這個 我是希望你們一個人都可以拿兩張 兩張回去 你把父輩起來 一面頭前 一面後面 你們家就把他帶兩張 帶這兩張 現在朋友來 你可以叫他看這個 他如果父輩起來 他不會派他去嘛 你可以用這兩張做教材 因為這個 可以幫助你很多 再來 你們也是有分到一分這個 對不對 你來區區 第一點有我們 台灣民政府 這個內閣名單 裡面 這是中央的 這裡有很多大型 民政大臣 農業大臣 還是說體育大臣 健保大臣 這裡差不多有30個 對嗎 國中來講 他就是 什麼 教育廳長 中央是大臣 我們各州就是廳長 這裡有30個 對嗎 現在 你們大家 可以回去看這個 你的專長是 比較 這30個裡面 比較符合對一種 他現在是儲基班 談話秘書長說 我們接過 12、13、14 還有要這個 高級班 所以你們高級班 一定要想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 人員的 完整的訓練 就是你高級班 一定要想 因為我們現在 儲基班而已 自己有一個概念 之後你的 高級班 就是你的完整 所以今天想 之後 有的人一定會 還有一些問題 但是你來想 高級班的時候 聽到的問題 就不會了 因為我們的 越說越輕 所以這本 你們回去一定 要看 因為我們裡面 有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就是說你們 申請新聞證 他裡面 有什麼法條 腐複 什麼 像我們本土台灣人 我們一條裡面 就是三之一 你如果是 居留證外國人 很多人 都算外國人 對不對 你的法條就是 四之一 這你回去要看 所以這本 是很重要的 再來我先補個一個 我們現在 有黑雄隊招募 我們第一中隊 已經完成了 100的人 我們100的人 就是我們的 警察單位 上面 的 輔導單位 就像現在的警政署一樣 都是管理階層的 那個第一派已經完成了 現在是第二派 第二派 因為我們需要的人 這麼多 我們可能會有 五個中隊 六個中隊 因為美國那邊 要給我們的東西 這麼多 所以我們需要人員 這麼多 所以黑雄隊 不是說 都抓穿的 也要有電腦 內勤 外勤 都要有 不管你是 他女子 都可以 所以你由他 18歲 到35歲 都可以 如果你們兒子 有 你鼓勵他 來報名 怎麼說呢 我們這個黑雄隊 是直接屬於 美國軍事政府 USMG 直接管 所以他們 將來領的是美金 我們是TCG 台灣民政府 兩者的搭配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 你怎麼不 執政以前 我們這個黑雄隊 會先上任 所以這就是 目前最重要 所以待會你們 下課後 來給我報名 或是說 我們的服務處 都有這個單 你們可以添 這很重要 好 我們開始 今天講今天的課程 我的題目就是 如何提高 政治素養 跟這個領導人才培育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 台灣民政府 要訓練四千個 四千個 四千個都是領導人才 所以你們現在幾次 只不過是 兩千多的裡面 所以你看 高到四千個還不夠 所以你們有可能 將來都是這個領導者 但是你 你要怎麼做一個領導者 這很重要 他現在來說 你的行業是什麼 譬如說 你是老闆 或是你做過生理 或是說 你是一間公司的 A級主管 或是美級主管 你是可能有做到這個管理 但是你如果說 你不是 你不做過管理的工作 今天這個課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說實在 你以前以前 他是沒有政治的 因為 就是因為 人越來越多 所以他就 需要政治來管理 像說家庭 社會 國家 一直到全世界 你說 像我們現在 我們大家來學這個 叫做國際法 這是一間國際法 就是國際的問題 國家的問題 已經不是社會 家庭的問題 所以大家學的 你們三天才學這個 是很高級的 很高級的法 因為我們秘書長 他就是 國際法 戰爭法 這個目前是 很像 你們現在是 大略二 你跟高級班的 更深入 因為我們有錯 你也是要看錯 以及忘錄 為什麼我們現在 要來學國際法 因為現在全世界來說 很多問題 你如果沒有統一 一個國際法來處理 你就是像 菩薩薩 像中國 一些共產的國家 落後的國家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亂 因為他們那時候 都要遵守這個國際法 都因為說 他打人就好了 用打人 但是在現在這個世界 用打已經沒效了 你用武力是沒效的 現在都是要用頭腦 所以你要去 我們現在要打贏 不用用武力 也不用用武器 現在已經 進行到現在這樣 所以這不是說 年會大到小 我覺得這是 因為孩子就要知道 因為每一個國家 他都有政治 每一個國家的政治 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的人不一樣 我們的民主性 不一樣 個性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要先了解 我們台灣人 是什麼個性 我不知道 你們有 這個感覺嗎 像說我們台灣 像我們現在這樣 你們有想過 過去 你看 四百年前 西班牙 葡萄牙 河南 中國 日本 都有來通知我們台灣 對不對 但是就是沒有說 我們本土台灣人 來管理自己 將來就不這樣 所以我們的民主性 有一點 我們想說 習慣讓人壓迫 讓人這樣壓著 所以每一個家庭的孩子 你有感覺嗎 就是 他想要怎樣 他也不敢說 譬如說你在學校 在讀書 老師說 你要不要參加合唱團 他如果教他 他也不敢走 老師說 誰要參加演講 也沒人敢走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 這個孩子的個性 都是 壓迫的情況 因為你國家 讓人家通知嘛 所以你的人 你的父母 他就是 小孩子 所以他的官吏 就是都壓迫式的 像現在 小學生讀書 也這樣 你小學生 會到三點半 四點回來 還要去補習 現在又這樣 剛才鄭組長有說 補到英雄九點 比較長 你看一個小孩 還沒到十歲 他就要為他 會知道 他一直踏到英雄九點 你如果想我們現在大人 如果叫你這樣做 你還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這就是 他說 我們國家 沒有了解 我們人 我們人民 要什麼 都沒有了解 就是 一套這套 把你套 你就是這樣做 就對了 他沒有管理說 我們台灣人 現在到底是 要怎麼做 更好 因為你如果人民 得到很好的照顧 政府 他生化也很好 我相信 沒有動亂 也不會說 到今天 民政府還要起來 對不對 絕對不會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國家 他要強 他要了解人民 他要照顧人民 人民 生化太好 當然你國家就強 你不需要說 我就要來打人 還是什麼 都不需要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現在是怎麼 要跟我們 真正的歷史 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 方便很多年 我們六十七年來 都方便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你們今天來 上這個課 只不過是說 跟實在的 事情跟你們說 你們回去 回想一下 我們六十幾年來 讓人騙 讓這個政府 管 到底 我們是在做什麼 你不要以為說 你做一個公務人員 領那些錢 或是說 他提供金 給你三千六 或是萬多 七千塊 你會覺得 我們政府 對我們很好 其實你如果 了解這個源頭 你就會知道 我們所有 台灣的人民 都是 人權沒有保障 人權 是給人 所以今天 我們怎麼會購 我們跟美國購的是 人權 我們台灣人民的人權 你領三千塊 你優他好 其實你應他還要更多 其實我們不知道 那個 那個 所以他三千塊 給你 你就覺得好 其實不是 那為什麼說 秘書人說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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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個月以後 我們有領這個 外國新聞前的人 我們的養老金 可以 成立的美金 有的人 說 比較有可能 那麼多錢 其實我們台灣 以後 就是很多錢 因為我們有 三個基金 不只這而已 美國如果我們台灣 做這個國防要地 他要還做金 就像說他在夏威夷 他在葡萄利哥 古巴 琉球 這個國防的 資金很高 所以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葡萄利哥去看 因為人民的生活 比我們悠閒太多 我們台灣人 你注意看 我們現在算是 很多行業 二十四小時開 7-11 還有書局的 二十四小時開 你看我們有需要賺錢 賺到二十四小時 因為我們台灣人 就覺得 因為我們 上一台就很辛苦 這樣一定要做 做到現在 我們 讓人的感覺 就是 台灣人 很勤勞 很辛苦 但是也沒有賺到他多錢 但是 波羅利哥 他的人很悠閒 因為政府有錢 他人民不用做到二十四小時 他可能四五點五點 就可以開 你就可以休息了 所以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為什麼 他的點五點六點就開 像國外很多霸費公司 六點就開 對啊 餐廳有的到七八點 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人民賺的錢 就是有夠 不像我們台灣 你做到要死 賺一叔叔 尤其我們的農民 很辛苦賺的 一年 結果你如果一個颱風 一個天災來 算是就不去了 他的辛苦要怎樣 政府不照顧了 人民的損失 政府就要去照顧 因為這是天災 這不是說 他做害的 所以 必然說 你如果是一個 主書主理的國家 都是大關 大關有錢就好 他沒有在管理人民的時候 這個國家會越來越白 為什麼我們台灣今天會走到這個程度 你們會記得 很多年前 我們台灣的股票 沒有都萬多點 對不對 那時候 人家說我們台灣賺錢是什麼 他們腳肉 說很好賺錢 結果那時候 人家很浪費 你知道嗎 我去餐廳吃飯 有的人 叫一桌的菜 很多 不然幾個人吃 吃完再存一桌 也很多 就算了 就是說 我在那個時候 高票萬多點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餐廳 吃飯 都存整桌的菜 很浪費 因為那時候 我有日本的朋友 跟美國的朋友來 他看到 他說 你們台灣太 這麼富裕 像這樣 你們都沒有 因為如果在國外 你存那麼多 一定是大包 大包拿回去 比較不會浪費 但是 那時候我們台灣 就是沒了 這就是沒了 所以 那時候 人民就是浪費 你就是浪費 這個資源 所以那時候 什麼 大家樂 六合財 什麼 很多民間的 就出來了 對不對 你就是 你人民 生活好的 賺錢 好賺的時候 人 往往喜歡投資 你會 教他 去做投資的生意 所以 一些投資的生意 都出來了 你投資生 那錢好賺 一賺下去了 所以 你如果 你覺得說 我今天賺一萬塊 很好賺 請問 你該不會 好好利用 你已經很快 就開了 因為我很好賺 我明天才 再賺 還有一萬塊 所以 那種浪費的 習慣 就是養成 養成之後 我們台灣的收集越來越多 到最後 你看台灣接受外勞 我們台灣很多人 工作 你如果 一萬塊 一萬塊的工作 他們都不來做 算是變成外勞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他們很難賺錢 他們賺一萬塊 一萬塊 對他們就很好 再去中國賺 一萬塊賺一萬塊 就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些 那些 台灣人不愛做的工作 都他們在做 所以你也不能怪 說 都 一些工作 都外勞 拿去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人不愛做 不愛做 沒辦法 你 跟一個企業的老闆 他為了這個 人工的費用 要減 要他降下來 他一定是 引進外勞 因為他一萬塊 一萬塊就可以了 但是 你 要做 所以那時候台灣人的心 就已經 你由於投資的 那個 賺錢 跟他好過的 那個感覺 一個 要降 就要說你 你贏一萬塊 你做不下去了 油膏 油膏 往低降 太多台灣人做不下去 所以沒有那種 共體 時間的這個感覺 像日本人就不一樣 日本人的經濟蕭條 平安提早 十幾年 是他的後標 他又平安 以前發生 但是 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感覺 他們跟我們 比較不一樣 就是什麼 他們什麼工作都做 而且 這份工作 如果不夠 我又做第幾份 減的 減的 減減的 加起來 就是一個所謂 日本人的 這樣 因為日本人很勤勞 有時候他們 做到七八點 又在公司 因為他們 日本人 很忠於工作 我今天做這項工作 我就是 讓人覺得 我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 因為 到晚 他們就是 讓人覺得 他很勤勞 所以 往往 日本人 他在做事情 很規律 就是說 你 如果他要去 你可能要 提早 跟他去 你不能說 我明天要去 我今天跟你說 好 我明天要去 那是 他們比較不會接受這個 你就要很早以前 就跟他說 我當時要找你 要去 他們都有規劃 所以他就照 那個時間表 這樣做 比較大間公司 差不多三四五個月前 你就是要自己學 我 要怎樣 他們就失敗 所以 為什麼日本的工業 精細工業 其實他比美國更強 他一些高科技的零件 都日本做 因為他們就是 很專業的工作 日本人跟美國人不一樣 是什麼 美國也很強 但是 日本人 勝過他的就是勤勞 他強 但是他又勤勞 所以他一些精細工業 都日本比較強 所以 你看看 民族性不一樣 所以你的管理 也是不一樣 你的素養 也是不一樣 所以 你譬如說 日本這個國家來看 你去的國家 你外面 不管是 大小型餐廳 還是公共場所 他的廁所一定很清潔 你注意看 而且 譬如說 你廁所用料 你再出來 你再去洗手 那個也乾乾的 怎麼說呢 他們旁邊都有 放紙巾 什麼有的 沒有的 用料他水泡出來 那個人一定 擦到清潔 比較出來 這就是他的民族性 他在家 他們的廁所也很清潔 他們怎麼洗 他們沖水之後 又不夠 用手 你看台灣做得到 因為他們的人 很規律 什麼事情 就是要做得很好 所以他們有一種 優越感就是說 我如果要做這個 我就是要做地面 我就是要做得到 所以他們的研究 很頂尖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的汽車工業 也很強 雖然說德國的汽車工業也很強 但是 日本的汽車工業 比較賺錢 你知道嗎 因為 他了解 各國人種的需求 這裏都做得很貴 3BNW VOLVO 都比較貴 但日本就不一樣 他貴到燙都有 所以日本 他很高掌握這個市場 世界過 德國的市場 所以日本人 他們日本 不是說他們在日本發展 他的市場就好 他們很愛移民 但是他們的移民是怎樣 團體移民 譬如說我移民到美國 對不對 美國紐約 他們都是重鎮 我去紐約 他們的方向就是說 譬如說我要做電腦 他在那裡就是想辦法 把那裡最好的電腦公司買下來 像說那時候 我知道紐約有兩棟大樓 很有名 一棟是愛移民 買到愛移民 做得不太好 他整棟都買起來 買起來 他裡面一樓跟四樓 他跟他做一個公圈 什麼手就有 他控制那個溫度 他在裡面上班的人 可以下來 下來休息對不對 那個休息是一個公圈 讓你覺得說 你上班不會跟他無聊 你可以到處走來走去 他本人就是重視這個 這個人性化的這個感覺 所以他在大樓裡面用一個公圈 你要想看 我們台灣有這樣的企業 他一定是壓榨你的公時 你盡量做得比較久 就好 但是 你比較進步的國家 他想的不是這樣 他想的是說 好,你八點鐘在這裡上班 我是要怎麼給你發揮 最大的經濟效益 你八點鐘真的上班 我就要給你什麼 軟性的東西 給你喝咖啡 給你休閒 給你怎樣怎樣 親菜力 只要可以讓你的體力 恢復 最好的狀況 你才有辦法再上班 不然你坐四點鐘就坐不下去了 所以一個很好的造型 它的軟性需求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說這個政治素養 就是說 其實都要為人自己做起 我們的個性習慣 你就去參考說 為什麼 日本好在哪裡 美國好在哪裡 歐洲好在哪裡 像歐洲 它就是文化氣息很強的 音樂、藝術很強的 因為他們的環境 我覺得這跟國家 它的地理性有關係 你的國家在哪裡 像我們玩這個雅熱帶 雅熱帶的人民 心情比較容易被影響 你如果在寒帶 還是比較溫帶的地方 它的個性比較平和 所以在處理事情就不一樣 但是這個可以靠後天克服 你就是要適應各種溫度的 所以必作為我們台灣人 你有感覺嗎 我們的政治很亂 因為我們的地域性的關係 我們市面都海峽 這邊中國 這裡還有很多亞洲地方 很多小的國家 他們這種小的國家 也未必變得更進步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來很多人種 你要怎麼融合 像美國那時候 他建國的時候 他算了一個民主大榮主 他什麼國家的人都會移民去那裡 所以當初是美國也很亂 意大利、菲律賓、墨西哥、非洲、歐洲、法國、英國 很多人都移民去美國 他們當初是對這個人種也是頭痛 因為他們都這樣 你如果移民到一個地方 一定是 一樣民主都住在一起 譬如說 這是台灣來的 這是中國的 這是法國的 這是義大利的 他們都自己一個地方 都這樣 早期都是這樣 要是移民坐之後 美國說這樣不行 那就是 那個意見很分歧 大家都堅持 依依的看法 所以現在就是 打散掉 他們有一個經濟政策 打散掉 所以現在 外國移民到美國的 第二代、第三代 現在已經第三代了 這就比較好了 到第三代就比較好了 他們的思想就比較融合 為什麼說 我們台灣我們通知四百年 也很多民族跟我們通知 再來 雖然說 以前有的人從中國來 但是通婚 經過通婚之後 你的細胞的基因會改變 你跟不同種族的人結婚 這個基因一定會改變 所以 漫漫漫漫漫 是怎麼說新加坡人 新加坡也很多人 在那裡 但是他們才會說 他們都是新加坡人 他們已經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都出來了 所以他們已經沒有 早期周生那種感覺了 已經融合在 新加坡地理位置的 那個感覺出來了 像我們台灣也這樣 我們在這裡四百年 都在這裡四百年 我們對台灣這堆土地 我們已經有我們的感覺了 對不對 我們如果不去中國大 雖然說中華民國都跟我們 改那個歷史 是中國 什麼會是什麼會對不對 但是 我們沒有感同身受啊 因為我們如果不去那裡 你怎麼去 山東半島 你怎麼去新疆 或是說你去河南河北 你都沒有去嘛 他把你教這個 你是聽而已嘛 啊 科技是背而已嘛 你沒有那個感情啊 但是我們住在台灣不一樣啊 你由台北一直到南部下去 你每一個地方 你如果有大國的地方 你一定有感情嘛 你會覺得說 跟那個地方感同身受 那個感情會出來 所以是怎麼說 有的人住在中華 他覺得說 他如果住在中華的人 他覺得比較親切 那就是一種地獄性嘛 我們人都有那種地獄性的感情啦 所以齁 現在就是說 外來人種來通在我們台灣 是怎麼要把他區隔開 因為他們對我們台灣 沒有付出的情感啦 你地獄你就是要在這裡生 在這裡住 你靠那種付出的情感 譬如說齁 你住在園林 你就知道說齁 為什麼園林不要建設 怎樣又怎樣 對不對 你就可以想那個問題嘛 所以齁 國家就是要滿足人民的需求 你人民才會安定啦 你如果去了解這個 有一天你做領導做的時候 你的方向才會這樣去做 不然齁 像現在很多政客的 他就是說 自己的利益先看好 像我們現在也一樣 我們台灣的政治界 你看齁 你要選舉那些人 他們都照不好嘛 他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說好 這條路要開 他們是想說這條路的利益先分就好 才來開 為什麼開下去齁 沒幾年 這個裂痕就都出來了 因為你中間齁 承包的時候 你該可給那些人錢 你可能40%的錢 都抽到那裡 還要20%打通 像40%要做這個工作要怎麼做 因為他還要發包嘛 層層發包下去 跟誰的腳包的一數數而已嘛 所以比作說齁 插這個 在管理這個政治的人 他們都是利益先分就好了 這就是說 本身他這個人出問題 因為當他來選舉 他要做這個官的時候齁 他不是說 我要來替人民做什麼 他是想說齁 我如果做管長齁 我可以怎樣怎樣的 管理很大的嘛 我可以什麼管理 你如果說好啦 每一個人都這樣來做官 最難的就是人民 因為齁 他會層層剝削 你要怎麼看呢 抽水啦 水淨加嘛 油啦 電啦 雅數啦 還有你 你市民中的消費品 他的價值會去 他就轉嫁到那裡去了啦 你不知道他就把你每一個產品給你轉嫁 所以你以前齁 你如果一國月啊 八千塊可以過 你現在可能要兩萬塊 啊 兩萬塊的時候 他又一直起 起到現在 一個人一國月 如果領三萬塊也不夠 啊 現在都要夫妻兩個出力賺錢對不對 你如果一個家庭 你夫妻兩個不出力賺錢齁 你這個家庭就是不夠 因為你有孩子嘛 啊現在孩子讀書 學費又很高的嘛 尤其你如果讀私立學校 那又越高了 我又有聽到一個 媽媽喔 她的孩子 還讀四年而已 聽到雙語學校 一學期的註冊費 就要十幾萬了 十幾萬每個月 還要付那個開銷啦 所以你要想看看 那些高的學費 你一個人在賺是不夠的 啊 剛才小學就這樣呢 你要讓他打到台下看 看他花多少錢 所以我們民政府就 想到這個問題 就很重視這個教育 他就說醫療 我們的孩子 因為孩子 為小那麼大錢 擱擠不用錢 戒擠國家的人做到這樣 以前 加拿大有做 做到 後來 經濟比較壞的時候 他們就修改 因為那時候 差不多 去三十年以前 加拿大比較少人嘛 要他鼓勵移民嘛 要鼓勵移民的 裡面的福利 有一條就是 你孩子 為小孩 擱擠得大 都不用錢 所以很多人移民去那裡 你可以問 移民去加拿大的人 看起來是這樣 我聽了很多 就是說 因爲那托擠不用錢 所以現在 那邊拿大 很多人種在那裡 所以你要想看 一個國家 他教育的 人民的福利 我跟你說 大家都生活好 不用 那個人民的生活 如果生活好 他的面是不一樣的 他是常常有 那個 你感覺有笑容 那個感覺 你如果看一些 好國家 你尤其是看影片 那非洲 他們那個人 那邊都很苦瓜連 你感覺有 他們都吃不飽啊 對不對 所以 這一個人民 他們國家 好不好 你看他的面就知道 所以 我們臺灣民政府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來開這個 三天的客 美國跟我們說 分兩四千的就好嘛 那國民黨 民進黨 可能錢要買就有了 錢要買就有四千的人 馬上就有 但是我們為什麼 那麼辛苦 我們一個一個最可 因為美國跟我們說 如果你四千的 如果不是 你一個一個分連出來 你執政後 這些人都會歪 沒有辦法 今天你們來上 都是你們自己 自願 來上的 那是 你知道你要什麼 來上的 對不對 這就不一樣 要買的 是這個 不然你青菜 一出 四千的就有了 對不對 所以 人在說 臺灣民政府 是騙人的 有的 沒有的 你就要跟他講 買四千的 是要怎麼騙 四千的 在臺灣算不少人 對不對 要騙就要 全國都騙 所以 有些人 都沒有頭靠 他會讓我們洗腦 或是人家說什麼 他聽到的 就是 他本身 對事情不太了解 所以 人家說 他就聽到他了 但是 你如果有頭腦的人 你會去分析 說 這句話有下邏輯嗎 他說 臺灣民政府是騙人的 到底有下邏輯嗎 或是說 我們今天 你參加這個 我們有危險嗎 我們出去 是會被抓去 還是被關起來嗎 你要去思考 就是說 我們改造下去 對不對 你看看這些人 才會被抓他 這些人做那麼多年 也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你們是剛才來而已 比較有可能發生問題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抓 是抓頭前的人 不是抓後面的 所以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 邏輯觀 因為一個領導者 最重要的 這個邏輯觀 你會讓人影響太大 今天人要跟你說這個 你聽也有動力 一句話 人家再跟你說 你也有動力 你要怎麼做 所以一個領導者 他一定要具備幾個基本條件 第一 就是你見識要廣 你這四人 都住在你的故鄉 你也沒有在出 你所看的就是這樣而已 一小子而已 你怎麼可以了解 你不一樣的地方 生活的人 或是不一樣的國家 發生的事情 你是怎麼去了解 你一定會說 那是假的 像我們今天民政府一樣 你如果沒有了解 那些法例 你一定會說那是假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見識一定要廣 你不廣 你的寬度不夠 你沒有資訊 可以來給你 評斷說 這個事情是真的假的 所以很多人 都沒有了解 就說那是騙人的 因為他也沒有了解 你怎麼說那是騙人的 所以我覺得 是比較聰明的人 就是說 我先來了解 了解 了解後 賣到賣到 我們可以決定 如果不是讓人的押來 所以 大家是不用煩惱這個問題 尤其是我們的孩子 因為他們的教養 完全沒有這個 像國際在座 你還有參與日本時代 知道還有日本時代 那個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來聽會比較清楚 但是你的孩子 根本就不知道 日本時代是怎樣 你說這個給他聽 他是比較不容易 你的短時間接受 所以他會跟你說 媽媽你要比較小心 你會騙喔 就是這樣來 小孩一定跟你說的 因為他的環境就是沒有這個 你要怎麼讓他了解 就是理性了解 你完全了解後 用你的角度說給聽 因為你是他的父母 他一定會相信你 他的反對是因為怕你騙他 主要是這樣 如果你要可以讓他完全了解 當然他是相信你 這是不一樣的角度 所以你的見識一定要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的心胸一定要看 怎麼說呢 按理一個團體一個組織裡面 你的頭腦到他的頭腦一定不一樣 你可能想這樣對 他可能想這樣對 一個往東 一個往西 這有兩個結果 比較好的結果 就是說 你們是不一樣的方向 但是你們的感覺 同一個點 那還比較沒關係 有的人就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如果沒有包容性 你的心胸沒看到的時候 你一定吵架 如果說到事情就吵架 開會就是吵架 你看我們的立法院 那不是都吵架 他們的也是整體人物 一開會就是吵架 人家的電視出來 就吹出來 都吹吵架 他我們看的就是 我們的政治人物都在吵架 不然不跟我們說 他們是好禮隊 對不對 所以大家心胸要比較看的 你跟我的角度不一樣 沒關係 我學你的 你學我的 然後融合一下 不好去掉 說是很容易 但是要貼匯做到這裡 真的個人的素養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素養 大家都說他最強 像我們張 你會開台語文會議 很多都是全家報仇 教授 他當然認為說 我羅馬文比較好 我通用的比較好 就說多少 多少 你如果想看 你火開下去也是一樣 你會想好 我會想好 他會想好 開這個火有什麼動用 就沒用 因為你沒有融合 一個產品出來就是要融合 如果想說 我們電腦今天是怎麼可以用 裡面的零件很多 也不可能都在一間公司做的 分很多公司去做 比較自裝起來 變成一台電腦 所以我們要有那個感覺 你一個組織裡面 每一個人只是一個零件 你把組織起來 一台電腦才會出來 就像我們今天台灣民政府 你如果剛才秘書長也不行 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是要怎樣 也是要扣很多人 大家做會 所以這個包容力一定要有 因為難免意見不一樣 這是全世界一樣 你走到隊都一樣 但是美國人有一個好處 他跟你說 他不會完結 他會一直說得利 你也一直說 說到外面說 好 他如果認為你會比較好 說好 怎麼就這樣辦 像美國的選起也這樣 什麼人選一個總統 另外那個就放棄了 但是我們台灣就不一樣了 你如果做著總統 我這次就想辦法 從後面去了 這就是政治素養不一樣 所以你國家要選 是這個人最重要 因為那些事情 都是我們人在做的 國家就是人在做的 所以我們這個人要擺對位子 你有這個政治素養 你不才會擺對位子 不然大家 大家都要做縣長 要做館長 大家都要做 你看 什麼人要做市長 什麼人要做理長 那小就沒人要做 所以我覺得 要認清自己的角色 你擺在哪裡比較好 所以第三點 你要有果斷力 譬如說今天這個事情出來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來 決定說 這個事情要做到不做 你如果說每一個事情 都打算 人家跟你說 明天 這個行李可以做 我們家主一千萬 絕對可以貪 當然你要在 該段時間去評斷 你要做嗎 你這個評斷要做到不做 在哪裡 你要想說如果我失敗了 我有法度來承擔這一千萬嗎 哪有 你才會做 如果說沒有 你就不要做 你如果想不出來 要做到不做 你最好不要做 因為那個表示 你裡面功利不夠 所以你沒辦法決定 為什麼很多大企業家 他一分鐘就決定了 因為他就有那個實定 我先說到失敗 我都有法度 那一分鐘就決定了 所以你是 什麼條件 你就做什麼工作 你不要羨慕他說 他的企業太大 我太小 你不要羨慕這個 你要先看你的條件在哪裡 因為你每一個環節都需要 比如說你是大間公司 但是你裡面的零件 屬藥價的衛星工廠 他衛星工廠一定比你小間 但是每一間衛星工廠也很重要 你沒有提供零件 他絕對沒辦法組裝 所以這是環環相扣 你是什麼條件 你就是把它做 有的人 他就是要爭搶 他覺得說 我就是第一名 我就是要怎麼 問題是 你可能剛才五千萬的資金 你要去做三億 你如果成功就好 你如果失敗 你為什麼每天睡不著 我在那邊擔心說 哇 這五千萬下去 要怎樣 所以我感覺說 我們投資一個事件 不要讓我們 睡不著吃不著 沒辦法吃不著睡 那個程度 千萬的不要做這樣 你一定要負擔心 你是可以的 我相信大家失敗率的感覺 因為這個路要怎麼走 可以一步一步來 譬如你現在一千萬 你做一千萬 等到你五千萬 你才來做五千萬 但是 這麼多投資生意 就是說 我為銀行搬錢 我關係好 我幫他搬三億 讓我搬多少 現在這麼多 台灣人 都套勞 他如果投資 你房地產 那個土地 那時候 經濟好的時候 買很多 那時候費率管 所以你現在就套勞了 你賣你也賣好 因為你那時候可能三億買 現在剩五千萬 看你要賣不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你有什麼實力 你做到最後 所以現在 台灣的這個經濟的 整個大改革就是說 以前有錢 以後會沒有錢 你現在沒有錢 你抓到機會 你可能會有錢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是用頭腦的時候 現在不是說 你要加多資金的時候 這你慢慢看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 果斷你要好 你如果沒有這個果斷 你要怎麼做這個工作 沒辦法 第四點就是說 你的責任感 如果你是一間大間公司的 老闆還是主管 這個事情是你決定的 但是失敗了 你必須要承擔責任 你不能貼說 你都不貼 都不貼 都不貼 如果你如果是這樣貼 你的完工一定會流失 流失了 你必須請人 你也沒有很好的主管 要對你 所以有的老闆做得很辛苦 每天要清零現場 因為這個老闆 他放不下 他沒辦法去信任 他請的人 如果這個人 你沒辦法信任 我建議你 不要把他排在重要的位置 因為你沒辦法信任 他沒辦法替你做事 甚至他不能用 你如果用他 你就絕對要信任他 成功失敗不管 你一定要信任他 他才能替你做事 所以我覺得用人 是一個領導者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不必是專家 譬如說今天你做財政廳長 你不必一定是財政的專家 但是你一定要學校用人 我可以請財政的博士 我可以請什麼請什麼 所以今天你們幾次 你不要因為說 我不是博士 我不是大學 我的程度 我的教育 可能沒有概念 那都沒關係 王晉也小學畢業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 但是你要培養 你這個領導的素質 你要用人 譬如說 今天你幫我介紹他不錯 他可以做你的財政廳長 你要怎麼看他可以做你的財政廳長 你一定要生氣了解他的人品 因為我們人材 很不容易 他如果忠誠度 人品不夠 那還是沒辦法 所以 我們人的這個 組織改正在這裡 他人品不錯 他忠誠度不錯 這是第一關通過了 第二關 你看他的責任感 他的專業是排在後面 怎麼說呢 專業 你要找得多好都有 只要你有錢 你有錢 你要找多好的專業都有 所以你做一個領導者 因為將來我們是政府 那不是私人機構 政府一定有錢 有辦法支撐你去找這個人 今天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培養你做一個領導的 因為你如果不是領導者 我還有很多錢給你 你也不會用 就像說 現在政府馬上一頁給你 說你去處理這個事情 你這樣怎麼處理 所以 現在不是錢的問題 是說 你有這個能力去處理嗎 也跟學歷無關 因為我感覺有很多人 他雖然是收合比拼 但是他很認真打拼 做這個工作 譬如說他是農夫 他做產的 還是他種水果的 種草 他一世人都在種這個 他絕對是會勝過一個農業博士 他農業博士是搭出來的 你是為基層 食物一直做起來 你也是一個博士 你也是這個農業博士 不是說讀博士不好 我只是在跟你說 你為基層做起來 你也是一個博士 當然人家讀博士 他也很好 他的學理的理論 再加上他的食物 他絕對會很強 所以一個領導者就是要學校用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來民政府 大家都是領導者 所以今天你的人生可能會有變化 你可能要好好時刻說 將來你若是一個領導者 你要怎麼做 所以你現在處理後 你看到什麼事情 你要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去百貨公司 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看 這間百貨公司 如果是我的 我是要怎麼管理 我是要怎麼用人 樓層的店長 或是經理 或是玫瑰 我是要怎麼用 這就是你聯繫的地方 你不用一定說 我要有很高深的學問 都不用 你處理 你就是食物來看 百貨公司嘛 餐廳也是 餐廳要怎麼經營 還有一個 我們現在都有坐高鐵 或是車站 你若交通部長 你若交通廳長 你覺得這個車站好嗎 你要怎麼處理 還有我們的交通 今天若交通廳長 這個交通這樣 你要怎麼改善 這就是很活的一個教材 我們的十一住行娛樂這個方面 你覺得說你的專長 裡面是一方面 你就注意那個 譬如說你是交通的 你就注意交通 我是農業的 我就注意農業 我林務的 我就注意林務 我是教育出來的 我就注意教育 這要怎麼改善 我們台灣民政府 較不希望說 你用 我們中華民國過去 那些制度 還有那些方法 那都不可以用 現在你就要實質最用力 還有你上網 世界各國的資訊 什麼你都可以看 因為你現在 不用說你坐飛機去外國 你現在電腦把它開開 看你要看什麼 你只要叫出來看 這就是你很好的學識 如果你現在電腦如果不開 沒關係 因為現在開始學還會有 你先學會開關 要看對 一步一步學 我相信你學一年 今年這樣好好學 一年就絕對厲害了 因為電腦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他不會變我們人腦比較好 他是一個工具 你會用他 你就是兩個人 兩個人跟你做事 所以我是很希望 大家電腦一定要去做 因為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如果不知道 要怎麼為電腦給資料出來 你醫療是很辛苦 因為我們一定要知道 世界各國的資訊 你一定要由電腦去叫 所以這比較重要 你只不過是 蓋基礎基本的那個 那個東西事物 你可以叫秘書者 以後你絕對有秘書 你可以叫秘書去做就好了 但是你就是要知道 這個東西要由電腦去看 這很重要 所以我是奉勸各位走出來 如果每天都在家的人 你一定要走出來 譬如說你百會公事也好 你去世間也好 你去觀光地區也好 去哪裡都好 你就是去看說 將來你台灣要怎麼好 現在台灣的快點在哪裡 你去看 因為這是要十分去看 不要 不要為報章雜誌 報告 因為我們所有的報告都價 你知道嗎 你台灣民國做很多數據 報告都價 都不是真的 像我有一篇 看到一個人的企劃書 譬如說 有一種電池 可以比傳統的電池 持續還很多 那他就寫一個報告 結果那個報告我看完 都是價 數據都價 為什麼價呢 因為是這個上我有去看 一個電磁多少錢 多少公里的多少多少多少 我都有去看 結果他寫出來都不是這樣 他就是憑空想像 譬如說他去看到 這個電池多少錢 其他他就開始憑空想像 又更關鍵是多少多少多少 數據都自己拿 很多企劃書都是這樣 因為過去他要應付說 要跟他人家作錢 那企劃書都扯得很漂亮 其實那是不會用一個 有的人有土地 為了要作錢 一塊土地做一個企劃案 說他要建設什麼的什麼 那去銀行做錢 所以為什麼我們銀行會倒 會這種呆賞這麼多 就是早期都很多 都書面報告做得很漂亮 他官方太好 官方太好就都叫做費 好啊我去找多少都沒關係 這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 受這個中國人的影響很大 他們都是家安做這個價錢 所以那公家機關 一些行事上都是做價錢 所以現在民政府要起來 你們千萬就不要去看那些資料 那都沒辦法可以了 你一定實質上是 譬如說我們將來是農業精細 精細農業化嘛 你要怎樣精細農業化 你實質上要去看 那不然你生的資料 沒辦法實行 所以將來我們各種 內閣大會開之後 會分費開火對不對 那你是農業廳長喔 你來實質上去看喔 你不要來開火喔 都 都黑白說 不是你實質上去看的 那內閣大會是 你在開啊 可能這幾個月的時間而已嘛 所以你們是什麼專長 你們自己知道 你先去看 因為到內閣大會開了的時候 你們自己都要寫一些文章出來 你不要寫沒關係喔 你可以這樣說叫人寫 這也是一樣 我們先找一個秘書寫 這樣一樣 所以現在要跟你們說 就是我們時間改別了 你不要以為 你們這三天剛才進來 覺得說會很久 其實不是台灣民政府 一年來變化很大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了嘛 到近年你們進來 已經是後面了 所以這一年 你的腳步要很快 所以你了解我們的法理 真的要給他用心 不然你出去沒辦法跟他們說 他很多人是要 他為什麼要跟他們說 他也不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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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接受 這問題出在哪裡 你知道嗎 像我也一樣 我剛才開始的時候說 也沒有人會接受啊 後來我是怎麼感覺出來 你說他聽他聽 他們的感受都不一樣 他們反對的方向也不一定一樣 後來我比較提醒 原來他是要聽什麼 他要聽什麼 你不要一頭 跟所有的人說 因為他每一個人了解不一樣 你一定要依他 可以切入的角度去說 不用說 這片法理一片 你都背起來 都跟他講 結果他都聽得睡 我看了很多地方 我去的時候 有的人都聽得睡 很用心 你這樣說 結果他睡了 這就表示說 你的氣跟他的氣 你沒有打到他了 所以 你們大家不用說多 你要先了解 他要幹什麼 我們慢慢說 也不要說 我一遍說 他不接受就放棄 也不用 一個人想不到也要三遍五遍 不同的時間就好了 把它切割開 因為你也要給對方一個時間 因為你怎麼來 你要回想這個過程 你有時間嗎 你由開始知道 到你今天來上課 這個時間多久 你要給對方時間 對方時間的時候 你就是 好好跟他講一下 不要讓他去擠就好了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說的 這個韌感的問題 再來就是這樣 你的堅忍的毅力 像頭前的條件 你都有了 但是你不能輕易而放棄 你一定要有堅忍的毅力 就是說 一遍、兩遍、三遍、四遍都不成功 你要怎樣 你如果要在這個事情成功 你一定要有堅忍的毅力 還有多困難的工作 他絕對會讓你做成 因為成功的人就是堅忍而已 他這個毅力太強 我相信很多大企業家 他如果沒有堅忍的毅力 他今天不會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看人的表明 他賺那麼多錢 人家一定有很辛苦的一面 你要去了解就是他那個辛苦一面 你敢有像他這樣 如果你如果沒有像人這樣 你的失敗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的成功是很多失敗累積起來 不可能一個人永遠成功 一定頭前很多失敗 可是我是建議說 70歲以前失敗都沒關係 60歲以前也沒關係 你不要等到七、八十歲再來失敗 因為很多七、八十歲 他頭前很順利 後面失敗 像說他如果失業失敗 他真的想要自殺 他的企業頭前那麼好對不對 做到七、八十歲的時候 我慘了 全功盡器的時候 那種人都會想到要自殺 不然就是 年輕的時候他身體很好 到老的時候我突然一個癌症 一個癌症發生 他不能承受的壓力 他也想自殺 所以自殺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一個人已經沒有抑制力了 但是為什麼有癌症的人他也好 其實我覺得一個人有病 他不是真的病 是因為你外在因素 影響你內在器官 某一個方面生病了 發生問題 但是你要給他好 是建議大家不要說一開始 好,我快來找民醫 吃什麼油 這項吃不好 又換一項 他一定換我 那種人就是心太疾 你身體生病 你不要急著說 好,我快來吃油 看醫生煮什麼 通通不要 你應該要靜就要說 為什麼我今天會遇到這個病 你就要想說 其實人沒病 你就是想說 沒有關係,我可能是太累了 你就要一直想說 譬如說你如果是腦瘤 你就要想說 沒問題 我的頭腦 我的大腦很好 你恰恰要想說 我沒有病 我這個是很好 你要想一個好的事情 你的食物就是經常吃得好 但是要衛生 最起碼他會把你的病情一直減輕下來 你曾經 我有很多朋友 有一個朋友 這邊 我們說這邊 有一個人來 他得到腦瘤 日本 那時候 他是自衛隊 一個海軍少將 拿下來 他擔心說 如果來台灣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那邊的醫生 告訴他他 他腦瘤 要開刀 你有沒有出遠門 不要讓他避險 他很想要來 他說 那怎麼辦 決定不了 我媽媽就跟他說 這樣 你來 你如果有任何狀況 我們這裡有很好的醫生 都沒有問題 就算發生也沒有問題 就算發生也沒有問題 他說好 我就來 他就來 來 第一天開火 第二天開火 他 他很激動 他說得很激動 因為 他來開火後 才知道 原來我們台灣的娘頭 又是日本天皇 這他們以前都不知道 這樣很激動 之後 整個臉都紅起來 火藥一直穿起來 他人都一直震動 站起來不知道 我想說 那不行 我想說 我先給他 來房間 休息 我就說 會先回房間 起來之後 安如智慧隊長 林德明 他幫我推拿 就是他去幫他推拿 最好 那個火 降下來 他一直跟他說 其實你這個 不用開桌 也沒有毛病 他就一直給他推拿 一直給他 說一些 比較放鬆 比較好的話 聽 就真的火一直降下來 降下來 降下來 差不多休息 他處理後 他休息30分 他媽媽最高 就要開火了 就說 我現在可以開了 現在開 開到後 吃飯後休息 我們就跟他問說 沒有問題 他說 他就很讚賞 我們林隊長說 你們台灣的醫術 怎麼那麼強 你用一用的 火藥就降下來 沒吃油 沒吃 就這樣 他的穴道 給他用的 他就這樣 甘拜五體頭地 就對我們林隊長說 感謝到 不知道要怎麼比較好 說 叫他就要去日本 最後 他就這三天都沒問題 回去後 就很感謝一直撐回來 他就一直跟他說 你一定要放鬆 他剛才教他一個方法 他有一些穴道跟他說 腦瘤的穴道跟他說 說你要按著按著 你每天自己就這樣 他一支那三天叫他用 然後叫他師父吃比較清 就是說 重點不要去開桌 他說叫他 你要盡量想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都不要想 想好的 要他在日本人介紹 吃酵素 他就喝酵素 差不多 半年而已 因為他就要再去便利 他就想說 他這個穴 不知道有 變得比較小 沒有 因為我們請他聯絡 然後他就去日本 又去醫生檢查 醫生說 奇怪 你本來的穴 是那麼大顆 現在才會變 你這樣 那是前後差三四九月而已 我們是教他說 放鬆那個問題而已 他是因為吃酵素有效 他也不跟他講什麼 留著病得那麼小 在那邊 他的時候 較快要安排三個人來 所以他是自衛隊 海軍少將拿下來 他又請一個自衛隊 空軍少將 又請一個日本天皇 皇后想好的同學 他這個同學的角色 比較重要 就是算說 微服初選那種角色 他就把一些重要的人叫來 叫來之後 因為他們都年會大 拿下來 但是他們又在日本 又有影響力 這篇 第二篇來的時候 因為年會都大 都七八十歲 所以我們就要比較注意 但是我發覺說 日本人就是因為一生都是這樣 很忙碌的生活 所以他們的那個病都在後面 退休之後就發生了 但是 他們很好的配合就是說 你跟公關聯 他會接受 然後他就是這樣 慢慢去改善 所以那三個 回去之後 都覺得說 民政府很厲害 連看平衡也好 所以他們回去跟他們說 放心 來台灣都放心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很好的國民外交 他們回去就跟我們安排 為什麼我們會 今年買日本順利的這個安排 還有黑熊部隊的安排 都是刻印 所以我覺得說 一個政府是要刻很多人 你看 如果沒有人去交代他們 怎麼怎麼安排 那是沒辦法 所以 現在我們沒有要訓練 二十個 女婦和女婦的未婚 你是要說日本還是英語 都沒關係 四十個就好 這就是要 日本人 他們年輕人 每天要來二十個 要跟他們交流 我們一直要訓練 所以目前要訓練四十個 你們知道可以介紹 因為這是 你們去外面找工作也沒有這個 未來這四十位 有可能都是主外代表 所以 可以跟你們的兒子說 這就很重要 所以你看 政治素養如果不好 你沒辦法做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所以我建議大家 為這個生活去發覺 因為你如果為生活去找出的問題 絕對是可以治療人民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實際上去看 那都是假的 你沒辦法 像馬英九 他很會說數據 很會寫報告 很會說那些開花的東西 但是沒有一項會用一個 像他發生那麼多的事情 他都有辦法圓融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但是實際上就不是這樣 所以 事物性、食物性的東西 是我們目前最重要 所以我建議大家 把我們的法例 那本書 你們一定要買 新台灣論 跟這個 這本是比較輕一點 比較簡單就是那個 台美關係法 比較簡單 這兩本你們可以看 還有我們的網路 資料很多 你如果說沒辦法看那麼多 我建議你為首頁 每天有新的文書 那先研究 你如果有列印這些 把它印出來 有時候一兩天 就有 秘書人下的文書 你們從那去看 叫出來 因為那都是最新的消息 還有我們盟長有活動 你點活動 還是點上課 還是點新聞 因為我們 對我們的資料 都有分類 你都去看 因為這些資料 你就 像你 一間學校在讀書一樣 你 以你的角度 可以學 你慢慢學 還是慢慢學 資料 你自己整理起來 因為未來 你們都是 我們法例建國的一個 很重要的進步 也是講師 如果說我們這裡 你覺得你的口才不錯 希望你們都可以 將來講師 這很重要 所以今天你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說到這裡 以後你們有問題 會順便可以問我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